小雅 熊女們今天滿不滿足 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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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每天吃東西妳就是不滿足 現在拚開了 不滿足什麼 不滿足啊對不對 今天到底不滿足什麼呢 沒有結過婚的熟女 她想說有一個小孩多好對不對 未婚生子她都願意 真的嗎 生過小孩的就是說 妳來生看看 妳做麻疼是 根據調查 有80%的女人 在當了媽媽後完全不計形象 很快的就成了一個黃臉婆 女人一旦有小孩後 真的什麼都不怕嗎 我有一個寶貝 她讓我的生活更幸福 寫劇本的成就感 還是比不上有兩個小孩 我有兩個寶貝 妳覺得我是 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媽媽 謝謝我兒子 讓我的人生更完整 親愛的屁蛋 趕快來和我的奶奶吧 哥哥 弟弟 媽咪最愛你囉 當媽咪最棒的事情 就是更容易感動 有了小孩 是不是就和戀愛絕緣呢 小孩根本是上天派來的小惡魔 外生小孩曾做萬全準備吧 小朋友應該是夢想的墳墓吧 我要先存夠小孩的奶粉錢 小孩雖然很可怕 但是我還是想生小孩 生小孩真的很重要 再去教育呢 接下來告訴我 為什麼有的小朋友心機這麼重呢 女兒目前才一歲大 明摩妮雅倫是如何調適當媽媽的心態呢 兩個兒子都是正調皮的年紀 主播黃文華今天要來分享媽媽金 有三個女兒的寶媽 今天要來分享當媽媽的酸甜苦辣給你聽 女人當媽轉變有多大 心理諮商師林雲山 今天來幫你分析 那到底因為我們這邊 前排呢 是有小寶寶的 後排的呢 是想要有小寶寶的 你看那人前排也有小寶寶的 你看多灰暗的臉 臉都是 滿臉怨氣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你看前面每個人這樣 然後後面每個人這樣 好 很開心耶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呢 那欸 生了小孩之後 在生理 心理上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Kerry 我的改變就是說 比如說以前啊 上公車都會很禮貌的 站在那個欄杆旁邊 但是我現在有小孩 但是公車這樣就是衝 看到位子就衝這樣 那如果說到不愛坐 她還不讓位給我的話 就把孩子帶到她旁邊這樣子 看著她 就站在旁邊說 啊 媽媽我好累喔 沒有關係 就是沒有位子啊 因為我沒有位子啊 我現場還來這一招耶 現場沒有位子了 就是沒有位 然後我女兒還會說 媽媽我腳好痠喔 對 妳痠 老娘也很痠 但就是沒有位子啊 好見喔 這還不夠強調嗎 對不對 好 那旁邊呢 那個Hidi 我覺得沒什麼差耶 沒有什麼差別 怎麼會呢 小孩已經送人了是嗎 我覺得落差沒有很大 因為我是就是有計畫要生小孩 喔 這是她的規劃之內嗎 對 不過妳生完小孩 妳是自然生還是剖腹生 自然生 因為像我是覺得說 大家就覺得說做完媽媽之後啊 尺度會變寬 可是我真的覺得說講話的方式 或是怎麼樣都會變寬 思想會變寬 為什麼知道嗎 自然生拜託 底下就開過五指了 還有什麼不能講的 會開放一點嘛對不對 喔 不是 有沒有 比如說脾氣會變得比較差 會比較沒有耐性啊 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最沒有耐性的就是 我的小孩在哭 在哭 然後以前你可能聽到別人的小孩在哭 會就是 唉唷 好可憐喔 趕快去安慰他 然後現在小孩在哭已經麻痺了 就放給他哭啦 然後哭完 總有停的一點嘛 對 對 就不要理他 已經都不會覺得小孩好可愛喔 都不會了啦 不會 雅倫應該還是在覺得說 我的小孩好可愛 好可愛喔 妳小孩多大了 一歲 剛滿一歲 妳看看是不是 沒有 她現在正式開始要覺悟的時候 對 其實有啊 因為我女兒的脾氣一直都不好 她從一生出來 我們看她喝奶一樣 就她很急 所以她就是很好動 然後協調性跟運動細胞都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比較難搞的小女孩 因為以前是名模嘛對不對 要保持身材嘛 生完以後當然要趕快恢復啦 可是會不會覺得說 都會這樣啊 小孩吃不完的自己就把它吃掉了 會耶 那越吃越吃 吃來吃去 就吃成這樣啊 幹嘛這樣 我跟你講 真的有時候你要減肥的時候 比如說有時候減肥 然後你說大人可以不吃晚餐對不對 然後小孩就在旁邊說 媽媽好餓喔 媽媽好餓喔 然後就得帶她去吃 然後帶她去吃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那個牛肉麵一直在叫你 然後你就覺得說 好吧 那就陪小孩吃一下好了 是 然後你那一碗吃掉之後 然後她就跟你講說 媽媽我吃不下了 那你就會覺得好浪費 那就把它吃完好了 對 就會這樣 對 就越吃就越不像話了對不對 對 有這樣嗎文化 是 沒錯 會 現在不太想承認啊 但的確是會這個樣子 對 可是還是要保持 可是沒辦法啊 那你覺得我保持得怎麼樣 應該很好啊 OK吧 太好了 你小孩多大了 我兩個兒子 一個三歲多 一個不到兩歲 其實我覺得兩個兒子的這個媽媽 更是每天面對的都是災難 一個女兒還好 對 兒子真的是爬上爬下 太可怕了 那個運動量每天之大的 好像打完一場仗一樣 真的 而且現在兩歲三歲 真的是狗都嫌的說 真的 而且你知道抓都抓不住那種感覺 而且永遠都希望睡覺的時候 他們多可愛啊 對 你睡醒了就是惡魔 真的 就是 因為像我堂哥 所以就為他安眠藥嗎 不行啦 還不行 還不行 對啊 沒有用 因為像我堂哥也是兩個兒子 他是四歲的兩歲 比你好一點點 然後我去他們家 他們客廳不大 真的不要太大的家裡 因為覺得不肯乾淨 然後他爸爸媽媽呢 就是一個人坐一個角落 然後就這樣 我說你們為什麼都不動 他就說看他們兩個動就好啦 因為兩個兒子就是 我們在那邊 在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他們就這樣一直在瘋狂的玩東西 跑來跑去抓來抓去 然後那兩個爸媽就是這樣坐在那邊 就是小孩子永遠在快轉的情況 然後 他們動就好了 對 就會累了 你看他們這樣就累了 那是不是有些事情喔 以前啦 還沒有生小孩之前都不敢做 比如說那個服裝 穿得油油咻咻的對不對 生完小孩以後 管他媽媽嫁給誰 有穿就好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 可是李佩甄是相反喔 李佩甄以前她可以穿熱褲 然後露出半個臀部有沒有 他現在保守了耶 保守很多了 他就覺得說傷害媽媽 重點是他沒有辦法啊 他這邊要抱一個後面又背一個 你知道嗎 他說我能夠穿多抱 多迷你裙他沒有辦法 現在 真的 有的時候出去 一定要餵母奶 又不是每個百貨公司都有育嬰室 對不對 那該怎麼辦 就戴一條圍巾然後圍著 再掀起來給她喝 然後冬天的話 很冷一樣啊 掀起來給她喝 肚子露出來啊 是 然後還有一次還從台北開車到嘉義 一邊開車一邊餵母乳 這麼厲害 一邊開車一邊餵母乳 怎麼餵啊 你一個手你還是要扶著她 她不可能自己這樣子啊 妳說小孩掛在上面這樣 對... 到了收費站嘛對不對 怕被人家看見嘛 到收費站之前 先拔掉 把它合宿掉 我可以問一下這個主持人 你為什麼了解餵母乳的情況 因為她到現在還在餵母乳 I hope so 後面一排聽完了 還會想要生小孩嗎 劉穎 完全不會耶 不會了嗎 像我以前也是非常非常期待 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小寶寶 可是後來看了周遭的朋友 生完孩子真的嚇到 我有個朋友他之前很優雅 然後我就是身上永遠都是香香 看起來就是很明媛風 很貴婦的樣子 後來他生完小孩 哇 我跟他出來真的嚇死了 他居然身上 居然會有那種 對 因為他小朋友是 就是一定要拔屎拔尿的嘛 然後就出來 可能就是 可能不小心沾到尿布上的屎之類的 然後就有味道 最重要的是 他可能忙到太累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身上有那個味道 可是當了媽媽以後 行為會不會變得很像小孩 你又吃飯飯了 我吃飯飯了 當點邊 洗手手 來 我看你的臉 然後呢 然後就 Emma 來給阿嬤吃一口 你知道嗎 連媽媽跟阿嬤那種角色 我發現現在不只是媽媽 連那個祖父祖母的那種扮演角色 全部都會 教練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教練也變成這樣啊 教練也變成這樣 剛剛講這個話題 我就覺得 最有感覺 鐵漢也會來親一個 會啊 會回來就是 啪啪啪啪啪回來了 然後就是 講話就是像小孩子一樣 然後可是他到了職場 他要 現在他現在是教練 所以又比較兇 可是所以他那個時候以前的隊友 在看到他帶的女兒 他就說 邱 你女兒抱在你身上之後 你臉上就是寫了 我很和蔼 就是以前那個火爆浪子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殺氣全部沒有 對 那主播怎麼辦 播社會新聞播到一半說 有一個男的 他好壞壞喔 他闖到一個女生的家裡 女生的家裡跟人家玩親親 那個人又不認識他 後來警察伯伯就把他抓回去了 好討厭喔 不要破壞我們的形象好嗎 當然不可能這個樣子啊 不可能這樣 不過倒是真的 有時候播到一些社會新聞 特別是談到小孩子家暴 會有感觸 真的會覺得怎麼忍得下這種心 覺得小孩子這麼的可愛 今天心意去 有個小孩被殺害 真的是要強忍住淚水 有時候真的會感到哽咽 感觸比有小孩之前生一萬倍 對 生很多 真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林老師 其實我聽大家講的這個歷程 非常符合典型 就是稱為那個母親角色之後 那個是完全是不一樣 會保護孩子 然後呢 會想要為孩子做點什麼 那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生小孩那個差別 有時候會在於 因為形象的問題 因為你要照顧孩子 你已經不是那個只是 只是一個太太的角色 你要成為一個照顧者的角色 那時候你已經覺得是 孩子是最重要 家庭是最重要 就是母性那個很自然而然的 你會去保護家人 然後保護小孩 那個特子就會跑出來 對 因為結了婚有小孩以後 那個一般女生就會覺得說 那這一輩子我們就這樣定了 就跟著這個男的了 好不好 然後我們相夫教職了 對不對 會不會覺得自己從此就死會了 再也沒有興趣去看別的男人了 我就是覺得說 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跟我一樣是個媽媽 然後他有一個單身的男生 跟他搞曖昧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那個男生跟你搞曖昧 他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危險的人是你啊 就是你是有妻 有老公有小孩的那個女人 所以我說 其實我覺得結了婚 或者生了小孩的女人 搞外遇更可怕 哦 那沒目睛 你就純粹只是享受快樂 就是說你也沒有用給我承諾 你不用擔心要娶回家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很多朋友 就是當了媽媽之後 他們就會因為所有重心 都在小孩跟老公身上 那因為老公也有了小孩 所以他們會失去了 兩個人之間戀愛的感覺 對 因為沒有了戀愛的感覺 所以他會更想要說 是不是有外來的別的男生 可以給我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人一生當中 他不可能停止 會想要有戀愛的感覺 對 沒錯 生完小孩 還曾經有想過 我有沒有機會的 第一排 請舉籤 如果有的話 等一下 等一下 凱莉是他 貓小咪沒有舉是 因為老公在前面吧 差 差 居然有不要的 有什麼事嗎 是公婆在看嗎 不是啦 今天先生有來 是有包袱 我覺得浪漫會少是真的 因為譬如說你回家之後 第一件是看到老公的臉 你就先問他說 你女兒今天有沒有大便 對 就是你不會去講浪漫的事情 對 就是說真的第一句話會講這個 而且他如果三天沒大便 你真的很煩 然後你就整個晚上都在討論 到底要怎麼樣讓今天大便這個事情 而且更慘的是 比如說回來了 看到小孩子的臉上 比如說這邊有一筍 還是這邊被蚊子咬了 老公回來就開罵 然後就開始尋了 你到底會不會看小孩子 對 都會這樣子 就是那種情緒會發現在 兩個夫妻之間的問題出現 離婚美女媽媽如何找尋第二春 那你們怎麼都 都怎麼排解你們的這種 就是還想要出去嘛 阿湘 我離婚了 所以還 所以是OK的 但會很難交朋友嗎 對於男生方面 就交友方面的話 會比較考慮得多 因為小孩子可能跟 是跟你住 還是因為你的小孩子 不跟你一起住 那你怎麼出去 那你沒辦法出去 就可能要等他睡著了 有家過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各位有生過小寶寶的媽媽嗎 唉唷 講話有點酸 各位有生過小寶寶的媽媽嗎 因為像本身我的朋友啊 他就是已經沒有辦法再跟我們 出去夜店啊什麼狂歡了 然後他們在家裡很寂寞 又很想跟我們出去喝酒 可是又要顧小孩 然後他在家就自己酗酒耶 就打給我們說你們現在喝了沒 我也在喝了 我喝兩瓶紅酒了 對 然後我想說那你們怎麼都 都怎麼排解你們的這種 就是還想要出去嘛 阿翔 還想不到去哪裡 妳說看看 為什麼妳講到他要用台語啊 不知道 突然自己就會轉身到 我離婚了 所以是OK的 不是啊 問題是有小孩的關係 妳還是比小孩子可能是跟你住 還是因為你的小孩子不跟你一起住 那妳怎麼出去啊 那妳沒辦法出去啊 就趁他睡著了 但重點是妳不會擔心他半夜突然間 你出去玩 然後小朋友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 因為他現在跟我還有我媽一起睡 那有外婆 OK 所以你看外婆有多倒楣啊 你媽陪她的時間比你不怕多 一定是吧 那這樣會很難交朋友嗎 很難交朋友 其實現在會比較 不會去想那方面的事情 會比較想說 以後小孩的 想要賺錢吧 而且你現在離婚會更困難 對不對 所以會希望說 會對於男生方面 就是交友方面的話 會比較考慮比較多 喔 我知道戀愛有分很多種 有一種那種離婚了之後 他再也不想要進到這個墳墓 所以他會一直玩 一夜勤也好或是怎麼樣 他就是一直換一直玩一直玩 是不要負責任嗎 把他以前沒有玩的玩回來 還有一種是離完婚之後 心態是比較健康 他想要再找一個男友 就是男朋友交往下去 就有一個伴而已 甚至還有一種還想再結婚的 妳是屬於哪一種 第二個 找男朋友 找一個男朋友 因為我覺得 其實女孩子就嫁人之後 就是有小孩很開心 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 就很簡單 就是你 我愛我的老公 或是愛我的小孩就夠了 就是顧慮的事情還很多 就比如說 公公婆婆 然後家庭方面的事情 對 因為那個已經不是談戀愛 那個時候 就不是談戀愛 你兩個人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 就是有沒有上班族的媽媽 因為我聽我同事 就是媽媽的 她們都覺得說 每天晚上都要醒來兩三次 那可能就是睡不著 然後就是沒辦法睡覺 那早上的時候工作就很辛苦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嗎 而且如果有些工作 公時長 或者是公時不穩定的話 那該怎麼辦 美寶它是寫電視製作嘛 上輩子一定做了很多壞事 這輩子她來做電視 電視製作 公時非常的長 就是每天工作 大概都要十幾個小時 然後就只能 因為我也是餵母奶 所以我就只能趁人家放飯的時候 趕快衝去廁所躲起來 然後擠母奶 然後晚上可能趕完Live 然後又加入下班之後 就會覺得 算了我不要睡覺好了 我就看著寶寶 然後就陪她 然後等到 就是可以看著她就好了 然後等到早上的時候 送她去保母家 就是只能緊抓著 還可以看得到她的 僅有的時間 因為她怕她有一次回家 她的小孩 真的會怕 因為有時候像我們工作 我們的工作是比較接近 像寶寶剛剛講的 真的啊 有時候你必須比如說像禮拜天 大家都在家裡陪她 然後你必須要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過 然後大家都要把你把Emma拉住 然後你一關上門 你在等電梯的時候 你就聽到她在裡面說 我不要媽媽工作 我要媽媽陪我 心都碎了 真的 你知道那個心都碎了 然後你就很想要衝回去抱她 可是你又怕說 一開門然後看到她 她又會不讓你走這樣 所以很多時間 我們中間真的卡 她已經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是不敢回家的 因為你一回家看到她 她就會不讓你走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心裡天人交戰 所以像我們這種媽媽 就很容易從小孩 就是你要回家的路上 你就買個玩具 買個衣服 然後就越買越多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買了這個東西給女兒 然後等她拆開看到那一瞬間 你就會覺得值得啦 我的工作就是為了她 那萬一你買回來 Emma拆開沒反應呢 然後我就會說 所以Emma被我訓練很會假笑 我說你假笑她就這樣子 聽說生完小孩之後嘛 對不對 因為這種事都經歷過了 行為舉止會更加的開放 就更加的大啦啦 會這樣嗎 我們女生在外面 都很注重形象嘛 然後小姐 等公車什麼 都是很優雅 可是我自從當媽之後 因為我會很沒有辦法忍受別人 就是欺負小孩的行為 我也是在我們家那邊 我們家那個大馬路是三線道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阿嬤 她要帶著一個孫子過馬路 可是是綠燈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忍不住大吼大叫 就阿嬤不當那樣 然後就一直要阻止她這樣子 在馬路上 其實那跟我根本沒關係 對 可是只是就是那種做媽媽的 就是意識跑出來 寶媽有嗎 我相信應該是經常有的這種事情 但是我剛還 剛錄一個節目我就覺得 媽媽的那種態度真的是兩極化 譬如說他們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每天早上 當你要叫孩子小朋友們起床 上學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選擇 我就先放卡通 我先放卡通 放完卡通我就去洗手間 把牙 我跟你講 我女兒從小啊 我就把那個牙膏 擠上牙刷 然後杯子 因為小孩子起床氣 你又怕他心不甘情不怨 那你又要刷牙對不對 擠好了之後再回去那個 從開始說起床了 彤彤 時間到了 起床了 你要看你的卡通了 到後來 起床了 你知道嗎 突然間喊完之後 自己說 哇 我怎麼會 你知道嗎 我突然間會覺得說 哇 我這個媽媽是怎麼會 這麼兩極化你知道嗎 就是 你剛開始會做的事情 到後來你會發現 那時候我女兒會被我嚇醒 她說 媽媽你 你怎麼了 你知道嗎 很多我們的橘子 相信在外面也是一樣 我們的態度有時候會不自覺的 像他們會覺得說 小孩子在餐廳 怎麼小孩子跑來跑去 那個媽媽都沒有在管 對不對 我就你們下次當媽媽試看看 真的 你們下次當媽媽試看看 帶一馬去成品 是 然後不是去兒童區的書店 然後對我們就在成人區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看看 然後不是很安靜嗎 然後就跑來跑去尖叫 然後我就 Emma我就說一開始 噓 Emma 不能講話 大家看得出來安靜 然後到最後已經 Emma 這也不能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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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吵 就是我 對啊 這最吵 從中轉過來看 大聲到一個超沒有風度的 真的 欸 雅倫 妳講話都輕聲細 她那個BB才一歲 我覺得還好 就雖然還好 只是我之前 大家出去吃飯的時候 可不可以去吃那種自然風 那種刷刷鍋 然後以前都是那種好的豬肉 鬆扳豬就慢慢一片一片蒜 可是後來上次帶他去吃飯的時候 因為一桌都是沒有Baby的朋友 然後我就要一邊抱著他 然後一邊蒜 那個蒜是這樣半盤肉這樣下去 哈哈哈哈 然後這樣子吃 因為不好夾 然後我朋友在旁邊就說 你變得好多 他說你以前 因為我吃飯非常非常慢 他說你以前吃飯慢之外 那個豬肉是一片一片 然後過半小時再兩片 你剛剛是半盤就這樣下去 可是那時候沒有辦法 你想趕快吃完 那個小火鍋可以煮快一點 因為他要開始鬧了 因為你抱著他吃飯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 可以再像以前那樣子很從容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非常懶惰的人 然後像那種晚上睡覺 我聽到蚊子在那邊 然後把我老公 就嘴一個蚊子啊什麼的 可是現在 我們如果三個人一起睡覺 我聽到 我就整個跳起來 然後轉身開燈 然後就拿那個電玩拍開始這樣 會 媽媽應該都會這樣 我沒有 我就想說 你不要盯到我女兒 就是很氣這樣子 對 然後以前就覺得 你就 然後日到這樣 你就把你老公踹起來就好了 可是現在我是 彈起來的 優雅的名模也會被逼成這樣 更何況是主播 現在做什麼事情都要快很準 尤其真的是出去吃飯 也不能挑什麼太高級的餐廳 對 先到那個對Baby 比較friendly的地方 有一次我們一家四口 然後想說 好 浪漫一下好了 就去了某家五星級飯店的38樓 想說還可以看一下夜景 是 但是我們也不敢去那個旁邊 那個比較高檔的餐廳那邊 我們去的是lounge那一頭 那因為還早嘛 人也沒有很多 想說好 點個三明治啊 然後點個什麼薯條啊 小孩子也喜歡吃 結果吃著吃著 爬上爬下 給他什麼iPhone啊 iPad啊 想說打發一下時間都不肯 然後我只是帶著哥哥去上個廁所 然後小的就一直叫著要跟著去 不但他去就開始狂哭 狂哭 怎麼吼都哄不了 最後他爸爸生氣了 爸爸就發怒了 大叫 然後所有的餐廳的那個Waiter 都在看著我們 爸爸就說太丟臉了 丟人現眼 我們趕快回家了 就一餐飯這樣子就結束了 還花了我們好幾張的 對 小朋友 小朋友 你聽到了沒有 裡面話中有話 發怒的是老公 不是 我還是優雅的祖父 那趕快帶走 去廁所 是不是 拔屎拔尿沒辦法吧 對不對 一定要做吧 美寶 對 就是有帶寶寶去公園 要野餐的時候 然後忘了帶濕紙巾 然後結果發現到他大便了 可是我又怕那個大便 霧在他屁股太久 他屁股會爛掉 然後我就只好 把襪子脫下來幫他擦屁股 結果還是擦不乾淨 就只好 用自己襪子脫 妳到媽媽都很有創意嗎 對啊 那妳呢 有時候會拿報紙 隨手可得的東西就拿擦 因為用報紙又怕他屁股會痛 然後我就只好用 剩下沒有擦乾淨 用手把他撈一撈 然後再去附近找附近的住戶說 可不可以借我洗個手 那妳小孩呢 就躺在廁所 沒有 我一手乾淨的牽著他 然後一手髒的去找 所以後面那小姐講說 就是什麼當媽媽身上有死胃 那是因為當媽的很偉大好不好 哎唷 火氣來了 火氣來了 太生氣了 欸欸 劉穎怎麼樣 你們就是這樣生完小孩 不會覺得夢想都不能實現嗎 因為好多媽媽他們原來 就是生小孩之前 都會有很多的夢想 環遊世界什麼等等的 生完小孩全部都得暫停啦 或者是永遠達不成啦 我覺得是夢想會換 會換 原來的是什麼 原來的 我覺得是夢想會轉換耶 反而不是說沒有夢想 都放在小孩的身上 所以就公平的話 我真的覺得 因為現場底下這一排媽媽 全部都是有工作嘛 對不對 都是職業婦女 其實職業婦女很辛苦 你知道嗎 因為像有時候 你對小孩有再大的耐心 有一天你一定還是會累 然後不小心對小孩發脾氣 然後你自己會很內疚 對 你知道那個是很痛苦的 因為像有一天我真的很累很累 就是你可能 講不聽 你不小心就屁股 小屁股拍了一下 可是拍完以後 你會覺得說 你這隻手是不是該剁掉 真的會 有時候對它大聲一點 像那天它只是一個行為 很小的一個動作 其實你平常做你自己也沒什麼 因為它 它小的時候 就是平衡感還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它就拿了一罐巧克力 一罐巧克力 然後它就要拿出來拿一顆 就掉在地上了 然後它就這樣 然後就拿了 然後就要去剪你知道嗎 結果一彎下去要剪的時候 這隻手也跟著倒 然後整瓶就倒出來 然後你就會 天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沒關係 那第一次就收收收收收 然後第二次又 哇 然後又開始 動作連續了三次 火就來了 對 你還可以忍三次 媽媽會這樣 可是你知道就三次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Emma不是跟你講 你不要再講 你為什麼要倒出來 第二次都是 可是因為你真的很累 你知道嗎 然後好玩之後 也自己嚇一跳 然後Emma也站在門口這樣 然後不敢吃了 然後兩行累就流下來 妳還她 她 然後你看她這樣子 然後你也嚇一跳 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跟著她一起哭 然後兩個最後就抱頭痛哭 真的 還假的 因為你會覺得說 因為你超心疼的 因為你會覺得說 媽媽這樣凶妳 其實是因為自己工作累 而不是因為妳這行為 真的要這麼凶 妳講得好像 大老婆的反擊的劇情 不然妳問下面這排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過 Kerry 真的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寫劇本 所以會熬夜 然後就變成說 早上起來就是沒有辦法 還是想要送她上幼稚園 可是我可能前一天才睡三四個鐘頭 然後早上起來她又穿衣服動作很慢 然後就會對她大吼 然後我自己有時候是又好氣又好笑 我是吼完她會覺得很像我媽在罵我 當了媽之後會這樣 就是你罵女兒的時候會覺得 那個話怎麼感覺很像那個 有一種echo的感覺 就很像自己的媽媽在repeat自己的 然後就想說以前很討厭自己媽媽 這樣子罵自己 可是現在又重複同樣的話 用同樣的態度去罵女兒 女人事業線 一當媽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前就是很重視那個胸型 胸型一定要就是生V 是因為為母奶所用的那個bra 已經是那個 沒有支撐的 完全沒有 而且你長期的那個重量的下 你其實會有地心隱膩的問題 是 所以完全都已經不好看了 因為我老公竟然抱著我女兒 然後進來看我洗澡 然後他就第二天進來 他就說老婆 還敢生嗎 我越聽越不敢生 在家是不是都已經沒形象了 對不對 在家以前還穿得漂漂亮亮 現在搞不好內衣內褲一穿就OK了 是不是 那以前啊 就是很重視那個胸型 胸型一定要就是生V 要把事業線展現出來 對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展現出 有胸 然後有腰 然後在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線條 可是因為為母奶所用的那個bra 已經是那個 沒有支撐的 完全沒有 而且你要隨時可以開 隨時可以開 而且在你長期的那個重量的下 你其實會有地心隱膩的問題 是 所以完全都已經不好看了 對 所以這個是蠻大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就像剛剛那個媽媽講 就是其實女生有哺乳過 或是生完小孩的胸部 真的胸型差很多 然後也有一開始大家都會很難過 因為那個就是像走山一樣 是 就是像水袋放下來 再放在那個桌面上這樣 就攤掉 可是那個話有很多媽媽告訴我 大概一年多的時間會恢復一些彈性 然後那個中間當然是你要把內衣穿好 然後讓自己 就是比較不能像以前在家裡這麼隨性 可能可以是說我打扮一下 然後配一下衣服 顏色配一下 讓自己也開心一點 老公竟然抱著我女兒 然後進來看我洗澡 然後洗完 然後第二天她連看兩天 又女兒就是要看到我 然後她就第二天進來 她就說 欸老婆我覺得你宣布有點變小 我就說 洗完小孩本來就這樣啊 她說是嗎 洗完小孩不是會宣布變大嗎 我說你瘋了嗎 沒有 你的照片是一樣的 可是你的裡面組織軟掉 所以看起來就變小 我跟你講有時候罩杯還更大 因為你還有一些備肉 跟多餘出來的肉 可是你放進去的就是散的 對 所以要用一些機能型的內衣 再把它架起來 對 Eva 還敢嗎 還敢生嗎 我越聽越不敢生 因為我覺得現在 太多女生就是不想生的原因 真的就是這樣 第一胸部 就是身材會變形 而且你不敢保證你回不回得來 因為這個人體質也有關係 然後第二 你生了孩子之後 你要顧孩子 你真的沒有時間說什麼 一天到晚上Salon啊 弄頭髮啊 化妝啊 打扮啊 因為你錢要花在小孩身上 你也沒有辦法說 買很好的衣服給自己 因為穿了也可能弄髒 對 所以你會變得很邋遢 那邋遢之後呢 老公就很有可能會去外遇或什麼的 他就會漸漸的不再在乎你 因為他的心思也會放在小孩身上 所以你不僅失去了你自己的自由 你又很有可能失去老公 你看我們底下這排波濤胸湧 對 對 你現在是白男孩子 是喔 哇 講得跟真的一樣 啊 現在有什麼要 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你年輕的時候 沒有小孩之前 你會覺得個人的成就 或者是美麗 這個是最重要 可是說 有小孩有家庭之後 你發現原來你一個人的彈性 跟你的包容度 可以到這麼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好像到了一個大草原 到了一個森林 你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你覺得你的人生 到這個階段才變成豐富 我覺得那是視野的不同 而不是說 只是 膚淺的把自己弄得很漂亮 然後滿足自己的愉快 聽到沒有 她說 不確實 啊 欸 你看啊 她講得多正面啊 對不對 芸芸怎麼樣 想生小孩 但怕不自由 對啊 因為 其實我結婚了 但是我 那你已經不自由了 不會啊 那還不如就來生一生了 是真的意思 沒有 因為我們 我先生工作的關係是 我們是那個weekend夫妻 對 那可是因為我就想說 我自己要帶小孩 那可是我剛剛聽了 前面這麼多美麗的媽媽 我覺得我很害怕 就是說你們生了小孩 不但不自由 還要那個去公園 還要拿襪子擦 那個小孩屁股啊 然後那個胸部又下垂 我就想說那現在都已經 就是 過了年過三十 身材就已經保持不怎麼好 那生完小孩怎麼辦啊 這樣生完小孩 可不可以給我們 想要生小孩的那種勇氣 就是說 有沒有生小孩 有實質的好處啊 實質的好處 對啊 小孩會帶給你什麼快樂 或是什麼 小孩帶給你快樂 真的太多了 那是沒有辦法做 我跟你說那種成就感 不是你們露胸部啊 然後身材好啊那種 那種成就感 擦你們露胸部 然後你講說你身材好好 你胸部好漂亮 我幫你問一個問題 剛才他們都講了這麼多 身材走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諸多的抱怨 你現在再問他們一次 有沒有後悔生小孩 有後悔請舉牌 沒有人後悔啊 你看小孩現在給你多大的快樂 不好意思 是嗎 他在講 有啦,怎麼唱啊 好 其實是另外一種甜蜜的負擔 而且你看我剛剛在說 請舉牌的時候 趕快,好 自己開始自己結束就對了 如果有一個朋友 他們就是小朋友那時候 還未滿兩歲 所以小孩子都會跟他們一起睡覺 那晚上的時候 夫妻兩人就會心放嘛 那小朋友可能那時候 剛好就是沒有在睡覺 但是他們也不知道 後來過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就發現小朋友在沙發上會做出那個爸爸 模仿就對了 對 而且模仿得知好、知向的 就是速度又很快 然後呢,後來他們 速度都很快 對 然後結果他們... 他們是爸爸啦 對 然後後來夫妻就很緊張 就趕快 就是趕快把他們分... 就是把小孩子跟他們分房水 我前幾天才發生一件這種事情 我整個嚇到 就是我跟我老公在恩愛的時候 然後很...就是很愉快的過程當中 我突然...我老公突然間拍我肩膀說 你看隔壁 我兒子說坐起來這樣看我們 而且坐得很好 那他手上有拿爆米花嗎 沒有 他戴3D眼鏡 他整個都沒有睡醒的臉 就很認真看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很尷尬對看 我老公就默默從我身上退下 隔天我老公去上班 我在電腦前面打電腦的時候 我兒子突然在我後面趴著這樣 然後在動 妳現在是在分享妳的什麼姿勢嗎 沒有 我就整個傻眼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我老公說 欸 怎麼會這樣怎麼辦 他說 欸 這樣不行 要想辦法 然後之後我們從那天到現在 大概已經過了四天了吧 我們都不敢怎麼樣 對 就會很害怕他在半途坐 而且他坐起來是很迅速的喔 本來這樣睡 突然這樣坐起來 然後這樣看妳 很認真看妳們在幹嘛 而且不是看我們的臉 是看我們的身體的部分 蛤 對 小朋友模仿能力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有一對夫妻朋友 然後那個爸爸他就是很愛血眼瞪人 然後結果後來 那個小孩子居然就是學他爸爸 可是他不是血眼 他變成翻白眼 就是他變成會學他爸爸 但他學不好嘛 因為他很小還不到兩歲 所以他就變成翻白眼 結果發現怎麼都在翻白眼 妳的意思說不只動作 他連面目表情也在模仿 小朋友他模仿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變成夫妻兩個人做任何事情 或 就都很重要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就是跟他的男朋友 他男朋友有小孩 然後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是在那個衣櫥間 小孩子就把那衣櫥間打開 就完全看到 他說要看到很久 可是我在問他們說 那怎麼辦咧 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解釋 可是我好想知道 如果你們碰到的話 你們會怎麼跟他們解釋 會怎麼辦對不對 對 怎麼解釋 問他們沒有用 牌子老 經驗好 寶媽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丟給我 其實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要 孩子要避免 因為小孩子是有樣學樣 對 那我都覺得可能 小孩子習慣跟我們睡中間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是你可以避免掉很多的 譬如說可能小孩子看到他睡得很沉 要不然就正如他們說的 就是你到隔壁房間去 因為這個還是要避免 因為我都覺得 當下如果小朋友問我說 媽媽你們在幹什麼 我相信有再高的EQ 講不出來 你爸爸講什麼 你人講說你爸爸欺負我嗎 你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幹嘛笑 那第二天他就又來 爸爸壞壞 爸爸壞壞 這樣也不對啊 對 該怎麼樣呢 林老師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正常的過程 因為夫妻會有一些性生活 那本來孩子 就是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 當然是要看孩子的 他的年齡 因為不同年齡的孩子 他在認知發展上 他也不太了解 父母親這個時候在做什麼 但是我想一個就是 性生活其實代表 夫妻彼此之間是恩愛的 所以我想也可以表達跟孩子教育 一個很好的性教 是讓小孩子知道說 因為父母親 我們爸爸跟媽媽彼此很相愛 相愛的這個爸爸媽媽 我們都會做比較親密的動作 但是萬一真的是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們還是得做一點解釋 不然對孩子來講 可能他會存在一個 對於性的好奇 然後那個好奇是扭曲的 他可能覺得是 在做一件 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所以他會做一個 很錯誤的模仿跟學習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倒不如事事這個時候 父母親可以做一點 就是性教育 那當孩子他提問的時候 我們可以藉著這個過程當中表達 父母親是恩愛的過程 母奶超好用 熟女媽媽另類審前術 我也是因為母奶超多 就是我每一天都可以 之前還在問的時候 一天擠兩公升 所以 我在想像到 她那個奶是用噴的出來的 真的 就有些媽媽 她可能希望她的小孩可以喝母奶 可是她是擠不出來的 我就用我的母奶 你真的太誇張了 是因為有了小嬰兒以後 又有另外一個支出了 對不對 買衣服 買尿布 買什麼 一大堆 奶粉現在一罐 六百多塊了 對不對 你知道 我弟弟的小孩 我弟弟就叫我去買買看 就一買 一罐要六百多塊 而且你發現這六百多塊 很快就喝完了 很快喝完了嘛 對不對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奶粉跟尿布都是我在買 然後有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之下 我沒有辦法出門 我請我老公去買 結果他買了兩罐奶粉 一包尿布 然後還買了一瓶米精 加起來總共是 兩千一百五十塊 蛤 什麼 那現在又怎麼進去 就養奶 牛奶 米精 跟一包尿布 要兩千一百多塊 然後我老公買完回來 跟我說 怎麼這麼貴 我說大哥 我們已經養了他一年多了 你現在才跟我講很貴 吃米不知道米價對不對 對 他不知道 他都說原來要這麼貴 而且只有兩個禮拜就喝完了 所以餵母奶其實省了很多錢 對 而且尿布是 一包用不了一個禮拜 對 可是我覺得餵母奶沒有比較省 沒有比較省 因為你會為了想要讓你的奶 是很營養的 你可能會去吃一些營養 會去吃一些營養品 補身體 所以你會去吃一些 對啊 媽媽也是要顧啊 對 而且你刺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說 青菜 肉類 蛋白質 是不是均衡 你本來不吃的都吃了 自己會忌口有沒有 海鮮類就不要吃了 那所以自己吃掉的 其實也沒有比較省 然後你要買那個純奶的那個袋 袋子 好貴喔 冷凍袋 對 所以沒有比較省 沒有比較省 還是很多開銷對不對 美寶 像我的話 我是因為母奶超多 我就是我每一天都可以 之前還在問的時候 一天擠兩公升 所以 然後我就用我的母奶 去跟人家換尿布 兩公升 母奶可以換尿布 就有些媽媽 她可能希望她的小孩 可以喝母奶 可是她是擠不出來的 哇 兩公升 妳真的太誇張喔 所以就透過一個網站 可以就認識大家是嗎 可以 應該可以 可以認識媽媽們 然後他們就會說 兩公升 我在想像 她那個奶是用噴的出來的 真的啊 隨便擠就用噴的一滴都是 對啊 就一個大罐的那個可口可樂 那個寶特瓶 大罐的 妳把它具象化了 太多了 聽完了這麼多的震撼教育 我們現在要來問一下後排的朋友 你們還會想要生小孩嗎 會的請舉拳 欸 妳會想生小EVA 那妳到底剛剛是前面是在哈拉什麼 沒有 我不是真的不想生 但是有這個問題在 可是我覺得 生小孩是女人 就是一生當中必經的要過程 你有了才會完整 可是現在對我來說我才26歲 那現在你看看房子都那麼貴 你要有小孩你一定要有房子 對 然後生完小孩又剛剛聽那些媽媽說 尿布多少錢怎麼樣 你根本到底有沒有能力去負擔這些東西 因為你生了小孩 你會想要給小孩子最好的 你如果說沒有那個能力的話 那真的就不要生了 她是說要有一個完整的計劃 可是通常計劃趕不上變化 好 芸芸呢 我還是想生 只是問一下醫生我怕生不出來 不過像我們這個年紀這麼老 妳覺得那個暖子有在呼喚妳了 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 應該大家都很年輕吧 可是因為我年過30了 我想生 可是我真的是怕會生不出來 會啦 我33 妳有什麼好怕的嗎 30還好吧 30還好 但是我中間有一些人生不出來 那35以後了吧 現在比較會不孕都是因為 生活壓力 工作比較大 心理的壓力 跟年齡其實是還好 那其實很多人都是 等到你真的當了爸爸媽媽 才開始學當爸爸媽媽 我們永遠都沒有辦法準備好 我們到現在還在學習 怎麼當爸爸媽媽 大家都是 對 而且他們都擔心說那個男生會變壞 女孩子也會被人家騙 寶媽妳現在還有擔心嗎 我應該這麼說 我是一個很另類的媽媽 當然我現在這一段 如果你們來告訴我說要不要當媽媽 其實我有一點一半一半 那我覺得因為 現在你們都還沒有準備好要當媽媽 當媽媽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的犧牲 以前要做的 堅持要做的 你可能為了家庭 為了小孩子 你就說 我晚上不去了 一個禮拜我最多去一次 那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 準備好當媽媽 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心理 你怎麼去幫這個小孩子 當然 我覺得想太多 比如說要買房子才生小孩子 那大家都不要生小孩了 對 現在我們台灣的房子這麼貴 不是大家都不生小孩 不是 所以一般正常上班族 11年 台北市是11年 不吃不喝才能買房子 對啊 如果你像小梁這麼會賺錢 多生幾個又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聽聽雅倫的看法 我覺得 就是有多少錢就怎麼養他 因為我們以前 每一個人養小孩的方式不一樣 以前我們長大 大家如果穿名牌才能生小孩子 我們有時候在菜市場 100塊錢可以買到兩件衣服 對啊 那一樣在帶小孩子 不一樣的房子 OK啦 所以我就覺得 錢跟房子這個是還好 就是心態你調整好就可以生 因為小孩生出來 你就覺得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說既然真的有個生命 啪叉出來了 然後就會長大 他真的是啪叉 我真的覺得是啪叉就出來了 他一定很容易生 我騙你 真的 因為我生產過程還算順利 所以我會覺得是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也是不願意生小孩的 我就覺得神經病才生小孩 可是你真的想結婚 然後想 我們也是拼命要生小孩 所以我結完婚之後有去諮詢醫生 然後很認真的 我們是用很科學的方法 去追蹤卵泡大小 然後去吃盤人藥 然後就是計劃懷孕 然後就懷了 那生完之後你真的覺得是 雖然我有經過乳腺炎開刀 可是我會覺得 你要問我要不要生下一條 我當然還是要生 會 對 還是會要生 沒有問題 欸 齊安 怎麼樣 像我就是我朋友 我有個朋友 他本來四十幾公斤 然後他生完小孩 他懷孕的時候胖三十公斤 然後生完寶寶之後 剪了十公斤 就再也剪不下來 然後他也想說 我也要維持體力啊 我要自己帶小孩啊 所以索性不減 然後平常本來 以前衣服全部不能穿啦 然後現在每天都穿成套 那種寬鬆運動服 大家帶小孩就很方便 然後出門倒垃圾什麼也直接穿那樣子 然後就整個 哇 超隨性的 慢慢就變成大嬸了嘛 對不對 對啊 那我們文華呢 其實人生本來就有很多的考驗嘛 那可能生小孩是不同的考驗 那你沒有生小孩會面對其他的考驗 而且當你很辛苦工作回家之後 媽媽辛苦了 對 這一句話就讓你覺得 真的所有辛苦都值得了 真的 而且我覺得爸爸媽媽就這樣 像很多人就說 我不想生 我不知道怎麼當爸爸媽媽 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怎麼當爸爸媽媽 可是很奇怪 你小孩生出來 你就是爸爸媽媽 而且有時候變成像是朋友一樣 我覺得跟小孩子 對 我跟你講 傳道橋頭自然直嘛 對不對 要不要生 當然你們可以去考慮 可是既然生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下次同一時間請繼續收看 《修女不滿足》